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今天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国战的视频 今天主要想讲一下群势力 群势力核心比较多 马腾,孔荣,袁绍,贾许都可以当核心 都是非常强的 马腾,孔荣这两个武将可以真的说算群势力绝对的核心 而袁绍和贾许属于那种高爆的武将 当然群势力的组合也比较多 各种打法也比较多 我今天先带来这么两盘录像 以后更多的组合后续带来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今天带来两盘主要是一盘是标准的隐忍虚报 最后就是高爆清场 还有一盘是直接明着干 直接就搞起 搞起,直接全搞死 那个 群雄这个势力还是非常强的 有一些组合是非常阴霸的 另外我之前也说过,群雄有一个废匠 就是庞德非常非常废 另外另外这个潘宋也非常非常废 这两个武将在国战中用处真的不是很大 其他的武将都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另外就是我想讲一下马腾这个武将 马腾这个武将非常推荐大家 用银两购买的 就是马腾和恐龙这两个武将绝对推荐大家用银两购买的 马腾这个武将他对群雄势力 比如说袁绍,贾许,华佗,张脚 等等都是手牌补充 还有双雄等等都是手牌很好补充 恐龙也是一样的 恐龙他那个 他可以就是自己气质牌可以给队友 具体的各种群雄组合打法 我都以后肯定会给大家慢慢带来了 关于就是国战的各种组合的打法 大家也不要着急以后都会 就是所有武将我都会做到的 真的是所有武将我网上都会给大家做到的 另外的话 大家如果有精彩的国家录像也可以发给我 我优惠空间的主页有邮箱 你会经常问我 主页首页正上方就有邮箱 另外的话我希望大家给我发录像的时候 一定要写清楚你的标题 启上你的国战的 你的录像的内容 你千万不要给我发一串数字的那种录像 那种录像 一是我也没法分辨你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二是我可能就不会去看了 然后咱们看录像吧 都是结合录像说 我觉得比什么都好啊 先看第一排 这里面这几个选将的话 这个毋庸置疑肯定是贾雪和马鹏 要比庞统和甘夫人好太多了 这庞统和甘夫人这两个武将完全没有任何 技能配合的武将 那选贾雪和马鹏的话 还是推荐把马鹏放主将吧 贾雪放暗奖 那放副将啊 因为贾雪这个武将太需要隐藏了 隐藏的越深越好 这牌主要是看一下怎么留牌啊 你假许需要留什么牌 起手手牌有知己之笔 有知己之笔一般我就不会去换了 一般我起手手牌我有知己之笔 我很少就再去换了 除非就除了知己之笔剩下牌全是垃圾牌 啊这个可以稍微快点 我我我就当时这个肯定是肯定是不会进攻任何人的 手里留把这个开个移带牢 然后留一个闪淘无限 这很好啊 直接我去看对面看一下这个四血武将了 因为 因为那个 看对面的武将一般不会特别拉仇恨啊 如果说你想进攻的话 你可以考虑看看一下下架 但是你一定要看完 谁不要去着急去杀他 尤其是下架 你杀完他立刻仇恨就转移过来了 看完也不要着急去动他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对面是一个刘善 那他的武将就非常清楚了 刘善关羽对不对 但这没有任何疑问了 当然国战就是有托管的 这这个都很正常的托管又回来了 然后看一下吧 这个又托管了 前期都很平稳 可能有的时候国战 但前期如果没有人起手量将 或者说 没有欧益什么卖血的 就是肯枯燥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使用这种模式 总会有人耐不住寂寞的 他把这个斧子拆了没有任何问题啊 有的时候该控距离就是要控啊 尤其是那种斧子还有三剑两人刀这种距离啊 我把他这个盾肯定要剩过来啊 这个决斗是一定要留好的 对于贾许来说就是 就是找准机会一波 嗯 搞起啊 尤其 贾许 这个武将是非常非常刻为国卖血流的 然后这个94的直接就对这个93的下手了 那路人肯定是 谁打他他就必须得还回去 不还回去对不起自己啊 一般情况下 您可以通过就是放油一看看有没有卖血的 有没有这个毒条的迹象 有人可能会开预量啊什么的 这个还是没有动啊 他去看了一下他看看他会不会对他下手 其实就是你手牌不易出的时候 你看完了以后 先不要着急下手 你下手以后翻个头来就会被打 我这个运气也都比较好啊 直接就起神装了 手里这个决斗我是不会弄的 你可能扔逃我也不会扔决斗的 这个中乐了 他没有距离就没有继续杀令94的报酬啊 这个先顺肯定都是顺装备的 也没有没有攻击啊 看看这盘的那个 起始点在哪 这个开始开始杀杀上家 杀杀杀杀杀杀上家一般是对的啊 因为上家他杀完了以后 他们不能立刻还击你啊 等他还击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很多变化 一般就是有有那个离下或者逃跑的 路人都是先杀离下逃跑的都这样啊 也很正常 这个就是之前他搞了他吧 所以说他就不管这个三千二十一就搞了 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看一下 那个 大家可以有时候多观察一下场上那个预量技能 有人可能会量技能 他不知道他是他是已经看过这个人的 将啊 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去搞这个人啊 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异国的 这个是人家他托管了 但他瞬间秒回来以后看到这个这个人打了 所以立刻杀过去 这个决斗和南蛮一定要留啊 这个对于因为你是假许啊 就不要再留别的东西了 什么闪什么的都没必要啊 因为你是假许 所以要留这些牌 那怎么说呢 假如你要是鲁素什么的 你就没必要留这些牌了 该放就放了 把那个魏国的打出来 而这些牌是留着专门秒杀魏国卖血流的 这是你假许存在的意义 而翔翔由于掉血了嘛 由于被这个人 这就是被打的强迫量将了 就是这个113级的一直在打他 打着他还还手还不过来了 就是直接量将就是开始杀过去了 因为在113的也看过他 确实不是一伙的 这个香香属于就是被破量将 被打的被破量将 我肯定还是去不会量的 我开个五五 那我肯定抢自己之笔啊 这个我要抢 就必须要抢自己之笔 我要熟悉洞悉场上所有人身份 我看一下这个人 就是准备随时可以可以秒他嘛 因为他比较残了 是个无果的 孙权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人没有去报复这个人啊 就是等于平了嘛 他杀过他 你知道他杀过他一套 估计他也不会再去杀他了 如果他不继续打的话 这个卫国的卫国的就是赶先量将嘛 因为有自己队友卖血流队友量了 他也就量了 先把这个无果秒了 就是成功把这个无果秒了 紧接着这个卫国曹屁也就量了 那么现在卫国的非常非常强势了 这三个卫国的 曹屁有下河顿还有卖血的 吕布吕布肯定就也量将 吕布这个量将非常非常正确的 你再不量将的话 让卫国的都在行动起来 假如再量一个卫国的 你还按着打 肯定是打过的 吕布这个量将没有任何问题 他这个由于是流上关羽 量不量没啥意义啊 所以说他不量也正常 他肯定也去杀卫国的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卫国已经出来三个了 他流上关羽不量没什么问题啊 这他量不量都是一样的意义 开个陶元深陶元 那现在的厂商所有人的形势 我是最清楚啊 这个是个吴国的 那现在肯定这个三个卫国的是要 就是注定要被被先打击啊 我我这我继续弃牌啊 肯定是现在肯定是这三个卫国的要被打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当时是不想去杀 因为杀 呃杖八拍入去杀杀草草也不太好了 就想留好虚报 反正有貂蝉吧 其实就是群雄有这么几个人特别克这个 为卫国这个卖血流 就貂蝉非常克 还有一个呃假许就是非常克啊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 相反过来 卫国卖血流又比较克那个群雄的那个袁绍和双雄啊 这个时候就是量尿最好时机了 这之前虚报的南巴和决斗啊 我之前扔的都是桃闪什么的 直接开大 先这个时候马腾作用体现出来给队友补牌啊 直接开大先把他押到一血再看南巴收收掉那个夏侯敦啊 这个时候流善应该会去杀礼部了 虽然说卫国人头占优但是卫国马上就崩了 这个流善杀礼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不能再上夏侯敦了 直接南巴搞起啊 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他翻呃夏侯敦也正确了 假如夏侯敦我感觉有桃有酒就不要吃了 留给桃皮啊 自己反正已经死定了 要知道贾许该留什么盘啊 这个被收拾了就是有桃他也不应该吃的 这个是吴国孙权我已经知道的 开吴装 我是想把先把曹操带走啊 有铁锁 那就很好了 之前就很多人杀他他已经没闪了 直接杀他就可以了 草皮有闪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个直接把连奴也刷出来了 那就很轻松了 这知己知彼我也不用看了 我已经看过了 他是那个 那个孙权啊 直接杀过去 就可以了 全带走啊 嗯 这是群雄的这种假许 就是马腾搭配一个群雄高暴武将的一种打法 就是虚暴低调虚暴 然后 高亮清场 这个剩下就很简单了 我打不死 还有那个 其实之前他们打的没有问题 是三个卫国都亮出来了 这个主罗去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吗 这个人托管 他们都去打魏俄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我有这么那个 高暴武将了 这个人很正常 之前的就是南班和决斗嘛 比如说肯定是秒杀魏俄卖 卖血流了 嗯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 这牌 这牌比较简单 看一下 怎样 这里面 最好的选招 无疑就是马腾元少 想都不用想 这个 这个肯定是最强的组合 至于这卧龙张飞 这是严重手牌不够啊 这两个技能严重重复 一个火技 一个 王孝志严重吃手牌的 这个两个技能比较重复 唐德我也说过 国战肺脚 那肯定我还是习惯把 强的放在副脚 边缘隐藏了 然后看一下吧 骑手的话一般都相对都比较平静 可能有 有的人他有高暴武将他骑手天亮 然后就一顿一顿搞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是骑手比较平静 这个开个南蛮很正常 我就正常诸杀就可以了 可能不能掉血 我一般马上元少的 我一般元少的话 我不太喜欢 直接就第一轮搞起 我可能会喜欢稍微看那么一两轮 找整一个时机再搞起 这也都没有拆 不想拉手奔吧 对吧 这都很正常 至于国战中 你到底该不该拆什么 有些关键武器该拆得拆啊 不然的话 就是 他其实可以看看我 然后也不搞我 就比较好 当然他看上架 可以 其实我更提倡大家看下架 看下架 但你不要搞下架 那这个决 这些牌肯定都要留好 这个都没有动 看看有没有人亮将 看看有没有人亮将 还是没有人亮将 有肯定顺武器啊 他为什么不顺武器呢 这个刀应该顺走啊 那直接 杀下架 他这个打法就不对了 不应不应 你不应该杀下架 你要杀就杀上架 而且你应该顺刀 直接恐龙亮了 没有什么问题啊 恐龙这个武将 可以亮的 他当时 他当时给了我一张牌 他是扔了两张牌 他给了我一张牌 就是 就这个武器 由于我是对面的 他给了我 给了我 可能他他觉得 对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威胁 就给了我一张牌 给了我一张武器 是想让我杀别人去啊 我看看能不能杀到谁了 好像有毒条的技能了 刚才 刚才他杀人的时候 杀完人以后 是有毒条的技能了 直接张额亮亮 问题不大 嗯 上和去偷上架 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他的距离 这个他就不给了 这个扇子他肯定不给了 因为这个扇子给我的话 我是可以打到他的 他就不会给我了 那这时候我就直接搞起了 大家记住 跟大家说一点 先不要亮马腾啊 因为你的最后是恐龙 你先亮袁绍先开乱击 这时候恐龙是不用废血的 等你开完乱击以后 手牌不够了 再开马腾 要注意这细节啊 不要上来都亮了 都亮的话 你开乱击的话马腾 恐龙是要废血的 你先开袁绍 马腾先不亮 这时候如果有卫国的 卫国肯定要亮了 这个亮没有任何问题啊 就卫国肯定要亮刚我 就是职业舞 因为队友有恐龙嘛 到我这回合我就直接搞起了 而且我是袁绍马腾吧 如果单袁绍我可能就不会亮了 没有那么多手牌 就继续搞 我是先设就是留着准备酒沙 带这个张盒啊 他看他有没有这个意识防我的酒沙 大家真的一定要记录 千万不要上来都亮都亮 你设置一下 龚龙还在配角 直接这个 这个时候你再开开 没手牌不够了 我是一直在放外面 希望把张合作一张闪给他耗出来 然后再九杀了 这个刚我刚我又刚个红堂了 然后然后就很正常就该射射 该射射 看张合有没有射 张合有射 应该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能给他耗出来了 看这个时候九杀他 那张梅花的酒啊 由于因为是你要记录 你你要观察好自己的 还能继续开队 不然的话你就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酒啊 继续开射 这个肯定是 这只要开射就是一波全场节奏了 这牌和第一 第一牌是两种不同的打法 就是 像袁绍双雄这种高爆武将 如果你有机会配上马腾 为什么我说马腾这武将非常强 马腾这个武将在国战 绝对是特别特别强的武将 对于群雄势力是极大的补充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 要用银两买这个武将 然后剩下就是很简单的清卡了 看看还有没有人能抵抗 你开射 这个提索先留着 一会看看情况在重铸 还是活着怎么样 这个 如果 如果和 那如果组合也是挺强的 大小小小 吕蒙香香 有肯定就啊 然后继续开射 这就直接结束了啊 你还上个旅步调查 那就更更轻松了 直接就结束了 就直接高爆清场 嗯 相对来说 群雄群雄的话 这种这种高爆武将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有的时候就是直接 直接这个马腾这个武将一出来 队友如果有个什么化妥 袁绍张角什么的 就是各种一配合 一下是他这能打出极大的优势 就是能迅速让 其他阵营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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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今天这两盘中箱就放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